我們每一期的電費 全部都是超過一萬四 對 到底多少錢呢 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現在是晚上的十點半 還真的睡著了 我們好久沒有這時間拍片了 晚上拍片都要拍一些比較刺激的 是 對 心上要負擔比較大的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什麼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我們家 這一期的電費 好久沒來跟大家開箱電費了 最早有用主頻道分享過一次 後面都是生活頻道 有在跟大家分享 我們住在這邊已經一年了 我們每一期的電費全部都是超過一萬四 沒有那種低於一萬四的 我們真的已經是 習慣純自然的 去年還沒有什麼感覺 就覺得說我們家這麼多智慧家電啊 這些電費其實算蠻合理的嘛 因為我們還是有享受到這個生活品質 可是今年欠了一屁股在 欠了很多錢 然後就想說不行不行 還是要想辦法來節電一下 大部分人聽到我們家電費 他們也都先嚇一跳 你們怎麼看到 對 我們的用的度數真的是太高了 所以我們這兩個月又做了一個實驗 現在不確定有沒有成功 然後我們再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這兩個月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讓這些電費有變得比較便宜 如果沒有就再一次 就下次再另外一個實驗 不然就是大家可以留言跟我們說 有沒有什麼不錯的節電方式 或者是找到我們家的用電怪獸 好 第二個要開箱什麼咧 就是這一台LG的Puricare Wi-Fi變頻除世機 現在美語季節又要來了 台灣的春天總是非常的潮濕很不舒服 我們真的很多身邊的朋友都會問我們說 有沒有推薦哪一台除世機 每次只要有人問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推薦他們用LG的 因為LG真的是 現在全台灣賣最好的除世機 要怎麼樣在市場上賣這麼好 代表它的產品一定很厲害 你一定有它有價值的力 對 所以我們之前就很認真去做功課 等一下再仔細跟大家分享它的特色 沒有問題 不過我們要先來開箱我們的電費了 緊張囉 到底多少錢呢 多少 九千零一耶 哇 差一點就不到九千塊 哇 我們用電的度數差到一半耶 這時候我們又要拿出我們上個月的 電費單來比較一下度數還有價錢 有請 張一琴是一萬四 哇 所以我們整整省了五千塊的電 然後用電耶 用電的度數 一九四六 張一琴是二七七六 所以我們也省了七八百度的電 哇 差好多喔 所以我們有找到了那個嗎 吃電的兇手嗎 真的有效耶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三個月 欸 算兩個月了 我們就嘗試看看我們把我們家的全熱 然後還有釣營室的廚師機把它關掉 就把我們樓上那些關掉 對 我們花了二十萬 可是我們為了電費就要把它關掉 所以我們真的找到了兇手了嗎 會不會真的是啊 大概率是 可是不能百分之百確定 對啊 我就是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當初裝好一點的牌子 會不會比較省電一點 這個很兩難耶 你看 你已經花二十萬上去了 到底是要浪費了二十萬還是要浪費電費 看心情好了啦 這樣好不好 可能還是會傾向開來 畢竟都裝了 好啦 那還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之前有問懷巴 就是跟他分享一下我們家就是電費這個狀況 他也太有嚇到 所以他就跟我分享原來台電有那個叫做時間電價 而且申請非常的方便 給大家看一下 錶燈時間電價的這個試算評估 超好用的喔 他其實不只是一種的算法 他總共有三種算法 就他有分那種兩個時段的 也有分三個時段的 比如說你們家主要是白天用電還是晚上用電 就寫上去 然後你上個月的是用幾度 然後就可以幫你算出來 你如果改成哪一種電價的計費方式的話 你每個月可以省多少錢 然後我們算一下 以我們家的電費來算 一個月就可以省到快一千塊 所以我剛申請 然後下一期張照的時候 應該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改成時間電價之後 到底有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把時間電價改掉之後 然後再把那個再關掉兩個月 關掉三個月看會不會再好一點 看會不會地獄五千塊 挑戰一下 節電到底 這都不要再加好了 可是我們還是要想辦法看一下 怎麼讓那個電費更便宜 可是 以不影響收貨品質的前提下 先去想辦法找到一個平衡再說 嗯 接下來要跟大家來分享 LG的PURY CARE WIFI變頻出世機 這台真的很棒 先來分享它的特色 我覺得它最棒的特色就是它的水容量很大 你說我們到底為了誰去倒水 我們爭吵了幾次 我真的帥不清 就是因為每次我到的時候你已經看到 然後你到的時候我沒看到 那明明我們兩個都有到 到底為什麼要吵架 廚師機如果你的那個水箱容量太小的話 真的是毀滅婚姻的兇手之一 然後這台廚師機啊 它有18公升的廚師容量 它每日的廚師的量呢 可以達到18公升 所以它廚師很快 變頻啊也很省電 而且我剛剛拉出來 大家都看到非常的順手 因為它這裡有把手設計 所以人家把它沾進去 那你做的時候就會變得很方便 就是直接拉這個 拉出來 單手就可以操作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是透明外殼 所以多少水量 你就知道 然後它裡面還有一個很貼心的是 它有燈 所以你晚上如果是暗暗的 你也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裡面的水量到底剩下多少 所以大容量真的很關鍵 它真的是可以完全的挽救婚姻 先來給大家看這個面板好了 它這面板設計也是非常簡約 然後漂亮 它總共有五種的智慧型的廚師方式 有智慧廚師 快速廚師 靜音廚師 轟斜衣儲的功能 加上衣物乾燥 這兩個都超讚的 本來你再跟大家分享這兩個功能 然後旁邊呢 就是你可以設定風速啊 然後預約關機 跟水箱燈 還有奈米離子 看你要不要開 然後這台機器呢 也來看一下它的外觀 就是LG一貫的那種白色風格 搭配家裡面的裝潢呢 就非常的俐落 對 而且你如果要幫它移位置的時候 它這裡有把肘 你可以直接拖著走 當行李箱一樣 就非常的方便 它輪胎你這樣推喔 要直的推橫的推 還360度推 不管是男生女生 你完全不會很吃力 然後後面它還有一個濾網 LG現在設計 不管是你是吸塵器啊 還是燒地機器人 還是廚師機 都一定會 對 搭配他們空氣濾鏡的濾網 有 那剛剛有講到 它的儲食效果非常好 它可以在這個室內 控制你要理想的濕度 然後它讓它濕度有變化的時候 它聲音其實也不會太大 而且它可以幫你去除空氣中 一些細菌的有害物質 好 那我們來給大家聽一下它的聲音 它的聲音很穩定很小聲 它的存在感真的很低 它也沒有到完全沒有聲音喔 除非你用精英儲食 它的聲音真的非常小 然後我們的經驗是 我們使用過其它儲食機 在維持同樣的濕度的時候 一樣都不大 可是當你要從60降到50的時候 它們一旦運轉起來 它們那個馬達的聲音 還有整個 廚師機的運作聲音 就非常的吵 有時候我們拍片 還要先把廚師機關掉 才可以繼續拍 你可以試試看 現在它的濕度調整在5速 你會把我上 就是當你室內濕度 設定改變的時候 其實它的聲音都不會變 它就是這麼小聲音 好的 重頭戲來了 為什麼大家為我們說 哪一台廚師機好用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推薦LG的廚師機 因為它的貼心功能真的很多 很多 我們現在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它的烘鞋跟除濕衣櫥的功能 像我們之前在三重舊家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的潮濕 常常我們的帽子 我們的鞋子 只是放在衣櫃裡面 或者是放在鞋櫃裡面 我們才過一陣子沒去看它 整個都已經發霉到不行 很噁心 這台廚師機它可以除濕鞋子 又可以幫你除濕衣� 對於我們那時候 住在三重來講 就非常非常重要 沒錯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新家 還是有遇到一個困擾 就是我們家的鞋櫃 它是完全封閉式的 對 它不通風 現在我們有這台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拿進去 廚師裡面的 不管是讓它的味道更好 或者是讓整個濕度保持更佳 你的鞋子保護的也更好 而且就是 如果你一下雨天 你會來鞋子施叫的話 它還有另外一個烘鞋的功能 你可以把你鞋子烘看 之後再放出去 你買的話呢 它就會給你三個配件 這個就是烘鞋鞋的那個分開器 然後這個是接管 延伸管 等一下會加在這個機器上面 然後吃飯給大家看 再來這個就是要烘移櫥 或者是我們等一下會烘鞋櫃的接頭 那我們就先來用鞋子 來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它在它的背面這裡 就把它打開 然後把這個接上去 然後就可以調整自己的長度 然後再一樣 到這裡才把它接上去 可以說 如果你回來下雨天它是濕濕的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調整到長度之後 就把它插進去 就可以按這個 這裡有烘鞋跟衣櫥的模式 就調整到這邊 然後它就會幫你開始 除濕烘鞋子 它就可以幫你 除去鞋子裡面的濕漆 對 沒錯 再來我們要來試一下 這個主要是衣� 但是我覺得我們家的鞋櫃 也很適合 你換成衣櫥的話 只要換成它的那個封管就可以了 只要轉換接頭就可以了 把它打開 把它打開然後 把它打開然後 麻煩的 夾進去 把它顧面在裡面 我們之前放過很多的芳香劑啊 或者是那個小罐那個出濕的 都沒有用 真的直接是用LG這台出最快 比較快 那另外呢 它也含有奈米粒子 它也釋放正負離子 有效的去除空氣中的 細菌等等的有害物質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 肌體自動乾燥系統 這個也超棒的 就是你在關機之後呢 它的肌體自動乾燥系統呢 會繼續再運轉五分鐘 把它這個肌體內裡面 殘留的水分烘乾 就是防止它的細菌支撐 跟產生異味 用LG的產品 當然也不能錯過他們APP 我們的LGAPP裡面的產品 越來越完整了 對啊 爸爸越來越喜歡了 真的超讚的 外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目前的濕度 就是55% 我們可以點進來 點進來之後呢 它一樣所有的功能 都可以透過手機APP來操作 最上面我們先看 最上面就是它主要的運轉模式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跟我們在上面的按鍵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它變成手機版 把它變成智慧廚師的時候 它上面的設定的濕度 就可以自己去做選擇 然後下面的風速啊 你一樣可以調整它的低速或高速 水箱燈要不要開 或者耐米禮子要不要開 都可以自己做選擇 預約功能也有 你要開的時間 要關的時間 你如果已經預約過了 你還可以重複計畫 所以它的APP呢 再結合起來又更讚了 喔耶 開心 這個月的電費省起來了 省起來了 最近壓力好大 欠了一屁股仔 好啦 推薦給大家 LG的Puricare Wi-Fi變頻廚師機 真的非常好用 推薦給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我會把資訊呢 放在底下的說明欄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沒錯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和按讚喔 下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當初如果再有讓我選一次 要裝釣影師的廚師機 或者是全熱的話 我應該會 裝在底 就是 品牌再大一點 然後 可能它的 電費會再少一點 我覺得這個大家 如果之後要裝的話 都要考慮進去 對 真的 因為不然 像我們這樣就很尷尬 我們20萬都花了